好,這個時候我們就說說香港隊主場對著柬埔寨到底踢成怎樣 先說上這場國際友誼賽的賽果,香港隊就三比零贏了柬埔寨 剛才兩位拍檔就說了入場人數就不遲預期 因為五千多人的確是比想像中差一點的 還有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上一場球,西部太搶口 就是搞到球迷都,這個串黃可能上一場踢得不太好 老實說如果是周中的夜球,其實就不應該這麼少人 但是我自己就很期待,因為我很想在現場看戰術的演變 陣式的排位到底是怎樣,其實都看了少許東西 不如我們先說一下這場球的正選陣容吧 這個正選陣容跟對列豬差不多,其實門將葉蓬輝 後面後衛就是Leon,然後左右兩個就是周圓得踏一仔 其實輝蘭道就有一個叫中堅自由兩個角色 進攻的時候推上中場,防守的時間擺在左中堅位置 待會再跟大家說一下戰術的變化 三個中場就是Jesse打一個比較到後一點的防中 前面就是陳少軍加早年勞在中場做串連 最前面當然是安永佳,香港斯朗 左右兩邊就是,左邊是肥牛,右邊就是艾華頓 艾華頓就叫做,單是踢主場的艾華頓 今場就叫做復出了 沒錯 不知道真的沒有上 可以這麼快可以上好嗎 還可以踢得這麼健康嗎 很有趣的,因為在開球沒多久的時候 我就在球場見到星哥 星哥就跟我說 他在這場球,即是香港對這場主場之前 大概一個星期前 即是香港對那時候就飛了去準備去列子丹士丹的了 他就在香港的球場見到他兒子比賽 星哥做球證 看到艾華頓就帶著兒子過來 他就問艾華頓你何時康復了 然後他就說 我還有幾天就康復了 真的很準時,我跟星哥說 總之他對香港對香港有主場就康復了 即是往往就是作嚇的時候就受傷了 但是你又不要離開 在香港隊的表現當中 艾華頓的作用 還有他在球場上的影響力真的很大 有他跟沒有他,香港對他真的差很遠 我會說進攻把力 因為一會兒說入球時,我們也會說到 即是示範給艾華頓看,怎樣單刀 他自己IG都有寫 戴艾華頓 不是吧 Now learn some one to one shooting 我出來說的 即是一分鐘前,他自己單刀不入 一分鐘就輪到艾華頓示範給你看 對面柬埔寨是4-4-2 陣容上跟他們上幾天前贏 中華台北的場有少許變化 因為他賽後日本籍的主教練也有提到 因為他也想給多些不同球員上陣 所以有輪換的 擺出4-4-2陣式 4號的入籍中堅打過隊長 還有兩個日本籍的入籍兵 一個踢中堅,一個踢中場 這場球,我看到球迷留言說 實體飛這個問題,開始慢慢淘汰 我覺得這個也跟之前 東方那場的亞冠2的情況一樣 即是過渡期 大家慢慢適應一下 你多多一點,你慢慢變成習慣 你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 其實我覺得可以做得好一點 因為你可以做到更多選擇給球迷 譬如,他之前李文也試過 沒有實體失敗 但我再排一個類似Postcard的東西 是紀念今場球賽的比賽內容 我還給你 今場其實港隊也有做一張Postcard 印著港隊對柬埔寨,有印日旗 其實也算是另類的紀念球票 其實可不可以做多一點 做一張類似紀念球票給球迷呢 這個只有可以想想 因為其實不同國家 譬如日本,幾個國家參考過 都是有做到這些事情的 即使有電子票 同時都可以給球迷選擇 有實體票的操作 Wingo,你可以說一下你的入場體驗吧 那時候你也是用Apps 這樣數加高入 這場是... 是的,應該... E-mail 是不是呢? 讓我先想想 E-mail來將票 然後... 可以排很久嗎? 我又不算很久 我七點... 我都算下午入場 我都七點半才入場 所以... 好處就是... 真的入場是比較順暢的 是的 對 因為人數比較少了 是的 也不知道 但是... 我入場的時候 看到人龍不算很多 是的 也不算積了很多人在門口 我覺得最大分別就是... 大家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個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平時入場我覺得最亂的就是... 你又不知道哪一條隊是下去買票 又不知道哪一條隊是手袋等等 因為你要分兩條隊嘛 兩個過程 所以這次... 你直接現場連票都沒得賣 就很簡單了 大家一過 那就快一點 手袋那些又快一點 但是我... 剛才Billy這麼說 我覺得還有一樣東西可以改善 例如... 現場其實我覺得都可以有得賣票 即是你... 你就是在那裏開系統 你... 有時候就算你的平台是... 即是你很難叫平台出個人給你 但是你是不是求... 即是捉總啊 或者你再想一下有什麼團體 是可以幫到人是... 現場即場賣到那張票 現場都有的 他都有開一條隊是給優惠 優惠票 因為現在就是特位票才有 是的 譬如你可能... 學生 或者是獎者是... 真的沒有電子支付的 不懂得用的 這樣就可以走一個櫃子在那裏 他買就編了一個K-O-Hook 給你拿進場 即是我覺得現在還是比較... 還是有一點點... 我們叫做Discriminative 即是... 排除性的一種... 一種賣票 那... 好像就是... 我不是買特位票 那我就好像沒有了第二個渠道去買 這樣... 所以這個都... 我想再試一下 也還有地方可以改善 即是我經常覺得你入場 其實甚至乎你再簡單一點 直接拔了通通入場 你收錢而已 即是... 你說國際級的賽事你未必可以 即是A賽這些 但你平時廣超那些 你張票反正現在... 尤其是現在 大家看廣超都會見到 張票其實是臨時票來的 吸引來而已 除非我儲球票 你還給我 我覺得是OK的 你放一個counter在那裏 再印一張票給我 但如果不是 我平時都在白雷通進去算 搞什麼 你還給我一張票做什麼 就是這件事可以考慮 對 我們又講講這場比賽 其實在開球的初段 看到香港隊的踢法上 感覺上跟上一場作客對著列豬 是有些不同的 就是 看到他開始 又在開球就已經迫搶了 即是這個迫搶 在前場的踢法 跟上一場的踢法 是有些不一樣的 我想是因應對手的強度 選擇這一場 除了自己進攻的時候 就繼續用快難度推上去 做一個第一點的進攻 但之餘就是 防守的時候 前場都比較多迫搶的 防守和進攻的陣容 我們一會兒有圖的時候 跟大家再分析一下 但是 說回一些入球 其實來得都很順 因為其實香港隊三個入球都是運動戰入的 不是死球 不是罰球 不是十二碼 其實都很少見 因為以往香港 要不就是人家大烏浪 要不就是死球 要不就是各球罰球 很少是三球全部都是運動戰入的 三球 是的 第一個入球就出現在29分鐘安永佳 其實阿佳佳這球入球之前 其實都好幾個機會 如果聰明一點就不用29分鐘 不過都叫做入球球 那個入球的出現 其實都是香港隊的迫搶球 你說他把握力不好嗎 其實他這球也是把握力的展示 是 站好位置 左腳鬥入網 沒錯 這個球其實我覺得 有兩個看點 第一個就是 阿佳佳終於發揮他的效用 我覺得他的射手觸角是OK的 但是你要放空給他 去有空間給他 所以今場其實 祖連盧和艾華頓幫到他很多東西 就是拉開了後衛 來到今場 安永佳進入的第一球 很明顯就是 贏的第二點了 就是那兩個柬埔寨後衛 站著看著祖連盧 鬥的球 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個球撞散了之後 那兩個人就站著 站著看著祖連盧鬥的球 給安永佳 但是那樣東西都是因為祖連盧 首先拉開了兩個後衛 安永佳才有這樣的空間 安永佳其實在宗甲 在廣西的時候 入大量這些球 上季 對 上季在宗甲入大量這些球 今季在中超就少得出 但是他在宗甲做神射手的時候 就是靠這些來數戶 也是在底線的cutback 我覺得他最聰明就是這些 把握組織 不過說一下他入球的過程 其實也是一個阻擂的攻勢 當時Philip仔在禁區裏面 就在對手解圍不清的環境下 把球傳到左腦給祖連盧 祖連盧 祖連盧其實在射球 在一個窄位被龍門擋出 好有趣的就是 當時兩個後衛的球彈回來 好像兩個人被人按了暫停制一樣 完全呆了沒有反應 其實我猜他的反應 其實他是以為祖連盧會再射 所以他就封了近處 就猜不到他傳出來 他拿著球就沒有人去抹他 被他鬥在中間 就給阿永佳這個很好的示範 其實你給阿永佳最簡單 就是你不要讓他做多餘的東西 他一腳球這樣做這些入球機 他是可以的 但是我雖然覺得這場球 我看到很多球迷 無論是直播也好 或者是賽後的討論 其實很多人都會封他 就說戒戒話 那些板壓力真的差 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是 好像你剛才這麼說 這個球也是展現他的板壓力之餘 其實這個入球對香港隊很重要 就是為什麼呢 其實他攻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其實一直都沒有斬鑊 其實一直開不了幾六 就很難踢了 因為其實人家是越守越有信心的 不過這場球就遇到對面 我印象中的日本入籍中堅 以及本地監獲制的中堅 其實都不是很穩固 這球清得不好 很多時候那些第二球彈出來 都被香港隊球員撞回 繼續進攻 但是總是進不了球 所以這個29分鐘的入球 就很重要 是啊 之後其實第二次入球 都來得很快 上滿場 35分鐘 幾分鐘後的事 雖然我明街 早前就有一個單刀寫失了 但是一分鐘之後 是華頓就展示給你聽 什麼叫單刀 示範單位 真的很快 一分鐘前他的單刀 不入 還有跟差不多一樣的位置 都是在右路 一樣都是用左腳去結束 還要是一分鐘之前 那個單刀 就是艾華頓交給他的 是啊 我就傳球給你單刀 這個人不入 打開等我來 那就接應 又是祖蓮奴的助攻 這場球其實祖蓮奴 是兩個助攻的入球 是的 第二個入球也是他傳給艾華頓 即是拼到你龍門都掉下 才跳進去 是 我覺得他結束也挺漂亮的 他結束也挺漂亮 其實這些球 就真的很考 本地球型的結束 以往 麥基打正箭頭也好 就算高帆也好 其實都很難讓別人 單刀入球的信心 你說 少奇是否射一些單刀很厲害 扣球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少奇 多數都是高空波 或者一些軟射 或者射門是比較好 看哪段時間 單刀賣門也不太好 其實你說 我看到街街有個單刀機會 其實我心裡都是想 50-50 都是50-50 射箭頭也不是 我不會彈起那隻 但是之後看到艾華頓也有同一個機會 但是感覺就會不同 因為你也知道艾華頓的處理都會很不同 穩固很多 對 所以到了35分鐘 香港隊可以影先到2比0 其實大家就開始會比較定 尤其是主場的班子戰佬 對 其實這場球 我覺得 講回剛才那球 安明街射小的球 都是艾華頓給他 對 撿得很漂亮 所以艾華頓就 撿完那球之後後悔了 哈哈 等我來 自己來 這一球 也是艾華頓自己的個人質素 我覺得也是很好的 有時候我就會 哪有球員可以選球踢 每次作客都不去 不過算了 你肯踢主場就OK了 即是誤到你不服 是的 你再講你 你信不信我主場都傷了 不行不行 對不起 這個梳不是和我西木說 是跟艾華頓 對不起 語氣重了 你繼續吧 但是你不要管 其實我覺得艾華頓這種球員 你總是對他又愛又恨 即是他永遠不會 很難成為你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他經常在一些重要的比賽裏面 他就做英雄 即是這個事情 真的沒得說 那為什麼呢 大家要講艾華頓之餘呢 我稍後再講那些圖片的分析 阿Wingo可以準備好 那天第三球 第三球就很 早年度的一球 對 就去到差不多了 90階級 當時就換了米糕 換了孫永謙那些進來 進攻都不同了 變相 其實下半場都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攻勢 其實香港隊有一段時間還被艾華頓壓著 阿輝也救了幾球 是啊 但是最後都靠孫永謙的努力 在後場 一個球帶上去 傳給禁區頂的祖煉奴 祖煉奴就 射球都有一點點幸運 那球應該省到人 彈入尾處 但是經常中個網仔 入得很漂亮 其實他很努力 其實艾華頓 祖煉奴這場也有很多起腳機會 他也找了很多機會 嘗試入球 最後交出兩個作弓 一個入球 我覺得他這場的MOM 對 但是賽後 其實也是阿星哥 當時他差不多整場球在那一層 在研究中 你留意一下 他們兩個 這場球 基本上艾華頓 跟祖煉奴兩人才是一隊 基本上如果大家細心一點去看這場比賽 凡是艾華頓拿著球 只要他附近沒有組練路 他一定不交 反過來Junior也是一樣的 當他拿著球的時候 艾華頓不在他旁邊 他就一定自己扭進去 就算扭到起腳 他也是要扭的 有時扭到沒得扭 他就會對球給一些不在腳 或者不適合他的 就是累死的階階 所以那些球在結尾 去到階階那邊 那些人就扭到他 其實這場球 你看到兩個人的默契很好 但是只限於這兩個人 所以 無論是球不太好 或者在場邊的媒體記者 很多人都覺得 這兩人都怎樣 但是你不要管 整場比賽 最有威脅 就是這兩人 最能夠影響對手的後防 就是他們兩個 那就沒辦法了 由元朗 兩個人 夾開 來到港隊 對 來到港隊 所以現場我們就是叫曾超達 曾超達 曾超達 帶回香港隊 還我曾超達 大家看開球都知道 其實兩人都默契很好 對 賽後星哥也有特地問他 有些球迷說 你只會交球給艾華頓 你怎麼看 那祖連盧怎麼回答呢 其實祖連盧都可以看的 不會說你不懂球 是 其實他這個答案就正正展現 他懂得公關的面 賽後就說 我都留意到 我都是比較交球 多些給艾華頓 事後 Jesse 在更衣室也有 我說我 我都知道自己有些問題 我賽後會回去跟西木sir 聊一下怎樣 下次會做得好些 跟西木sir聊一下 下次我應該怎麼回答 不如叫他教了西木sir 怎麼回答 似乎他回答得好過西木sir 對呀 對呀 好 這場球我們稍後再講一下賽後花絮 B你準備了一些圖 是關於這場球的 那個棋位 因為你坐三樓 最高的位置 我特意坐高一點 看看他們棋位的展示 究竟是怎樣 大家就 第一場可能看電視的畫面 都看得不太清楚 走位是怎樣 甚至Ringo他們在龍門後面 都更難看到走位是怎樣 其實可以 在零一個人的圖 好 進攻三二三 進攻三二三 這場球 我想其中一個看點就是 你應該整場就看著這個自由人 看著法輪圖怎樣走位 因為其實這個角跡 或者這個陣跡 這個人大家想起 就是萬成 大家都說他是史東斯 到底那個踢法上 還有那個作用 在球場的站位 是不是真的是史東斯這樣踢呢 的確是參考史東斯的踢法 我覺得 是的 是的 那麼 在進攻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香港隊 當他們持球進攻的時候 其實就會擺出類似 3 2 2 2 3 2 3 3個紅圈的後衛就是這樣站 盡量拉開 那麼 Leon就在其中間 左右兩邊 分別是周元德和陳俊一 紅圈就是快蘭道 那麼他就會移上中路 和黑圈的三個中場 其中一個余在賢 是百克的雙防中 那麼 兩個黑圈的前鋒 中場就會向前 推進的 分別是祖連盧和陳兆君 就會向前推進的 那麼配合回 三個黃圈的前鋒 做一些配合 如果是左路就左路配合 右路就右路配合 那麼其實三個前鋒的 其中兩翼呢 其實在這個時候 都會盡量拉邊接應的 張鋒 是的 盡量接應 那麼阿敏家是站在最前 接應一些高球去做二傳 那麼其實看到 其實進攻就是這樣了 3 2 2 3 那麼 下半場其實就換了人 當快蘭道好像六十多七十分鐘 換走的時候 就換了周元德 去做快蘭道這個角色的 那就是 都是後衛一樣的配置 但是 費蘭道那個功用就是 由周元德代替 推上去做分球 但是防守的時候 當失去球權的時候 就轉陣了 就會馬上轉了 做4 3 3的防守陣式 那麼Ringo應該有第二張圖 是 都是3 2 2 3 是4 4 2 防守的時候是4 4 2 防守4 4 2的張圖 是的 那麼大家看到防守的時候 他們怎麼變呢 轉了 是的 就 費蘭道就會移後去左中堅位置 那麼陳俊一就會拉回去左閘 這個人就會移回去右一點 那麼其實就是 兩個翼呢 都可以同時拉後的 那麼防守就分別是余在賢 和陳俊落 不是 陳少軍的 這個時候 祖連盧就會向前 反而不會向後 祖連盧會向前 去進行第一度屏障的迫搶 那麼當他迫搶之後 就會跟阿敏加馬上做一個緩進攻 那麼其實 好像二十多分鐘 是有一球是成功的 祖連盧截到球之後 其實馬上傳給阿敏加做一個軟射 那麼當然把力差 那球不進了 那麼但是其實你看到 其實祖連盧站在最前的功效 就是 我想 我估計是西木Sir是貪 看中了祖連盧那個賣門把力 才會用他去做第一點迫搶 他拿到球的時候可以直接賣門 而不是 用Jesse或者用陳少軍去做第一道屏障的迫搶 這個是 可以看到西木Sir的心思 是的 那麼不知道大家在 現場看球的時候 看不看到這個 變化呢 那麼其實這個變化那個 好處和壞處呢 其實 都是 國有千秋 其實 當你進攻的時候 快難道推前了一格的時候 你變相就是 中場多了一個人 那麼就是 猜球的時候多了一個 那麼兩個進攻中場 陳少軍和 陳少軍和祖連盧 就可以更加向前去 更接近龍門去接應 那個球去做第二道的射門 那麼其實 進攻的時候就是 因為如果 不少球隊用這個戰術 就是因為中場可以多一個人 比對方更有優勢 那麼所以其實 你看到很多歐洲球隊 比如 用得最多就是 一定是哥迪奧拿 哥迪奧拿 哥迪奧拿 由 拜仁的時候用拿武這樣踢 在曼城的時候用 施真高 用 簡歇路這樣踢 當時是用閘位這樣 去拉上去防守中場 那麼 其後其實也有轉變的 就是用中堅 分別用 史東斯這樣推前這樣踢 用艾簡治推前這樣踢 就是現在西木sir用的這個陣式 那麼所以其實 你說西木sir 是不是排怪陣 這個陣是不是 香港昨天很少看的 什麼怪陣 其實不是 歐洲球隊是出現不少的 因為其實是 在香港出現得少而已 是 香港就沒有什麼陣容可言 平時 你什麼人扔下去都是這樣踢的 我覺得這個陣容 我覺得這個陣法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你有靈活多變一點 你會有多一些可能性出來 因為平時你站死的位置 你用來用去都是那一招 要不就換一個人來 換一套打法 但是 大家都會明白 香港隊其實你說換到的打法 不是太多 就是我們的進攻板斧 多樣性不夠 所以你寧願就是 可能是不是在陣法上的變動 大家的走位可以再靈活一些 令到我們入球的機會會更多呢 我覺得這個值得試 其實這個陣法的目的 其中一個就是 增加控球權 保持控球權 其實是做到的 今場效果是有的 今場 西牧場在賽後記者會 跟記者說 我們做到的 今場是有 我們有450次全球 我不知道他是 數據 我不知道他是說 成功全球數目 還是全球數目 因為都有全失波的 不是沒有缺點的 非難度踢這個位置 都有全失波的 都有防守的漏洞 我們一會也會說防守漏洞 始終不是正位 不是自己踢開的位置 我覺得可以接受 其實球員在場上也能夠補救 所以其實是合格的 我覺得 這個陣 剛才說了其中一個優點 就是增加控球 但是 缺點就是 防守的時候 有機會出現更多的漏洞 嗯 空位更多 是的 我有兩個防守漏洞 想跟大家提一下 第一個就是 陳進一的站位 其中一個缺點就是 陳進一在左路的後衛站位 是不可以站得太上的 那除了 會限制了陳進一的進攻天賦之外 其實如果陳進一上去了 後防有機會暴露更多空位 被人打反擊 所以其實 你可以衷冠整場比賽 陳進一在運動戰上面 幾乎沒有上過的助攻 十分十四那個 是的 幾乎陳進一是沒有上過的助攻 幾乎只有死球上去 只有死球上去 有機會助攻 偷玩家 是的 那些陣式上去死球 死球就會 死球才會上去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 費蘭特推上去的時候 你的左路 如果陳進一上去 那左路就很真空 其實我 錄了一個防守漏洞 就是 十分十四秒出現的時候 你看到現在 指圈的費蘭特 其實就嘗試 控著那個球 是把那個球 給中前長 黃圈的球員 但是這一球 是出現了失誤的 對方的後衛 是看通了你全球路線 截到那個球 去打一個反擊的 但是你看到現在 陳進一個棋位 就站得比較前 嗯 那導致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下一張圖可以看到 就是 當對手截到那個球之後呢 他們立即打反擊的時候 就在左路 就會出現了一個 比較大的 空隙 那麼 這球 我記得是 陳進是追得回去 是補救到的 但是 當你面對一些 你是對西亞仔的時候 是的 速度比較高的時候 你如果是 在中場的時候 已經落後兩個身位 其實都幾危險的事 我會覺得是 那麼 所以其實 這個陣法的 其中一個缺點就是 會限制了陳進一上去 助攻的機會 是的 即是他的作用 就變成要 投位 補位比較多 是的 即是參與進攻的機會 其實相對少了 絕對是少了很多 是的 應該是說 他也不可以上去進攻 是的 因為你在防守的階段 這三個是中堅 沒錯 是不應該上去的 所以 你除非是說 找到一個替代的防中 是可以跟他調位 如果不是 你也很難 在那個位置可以釋放 是的 而且你要看到 在這個位置上面 發現到那個角色 雖然是一個自由人 但其實他的位置很重要 即是只要他有什麼差池 一顆球的話 別人一搶到 就有機會變成一個 可能是一對一 或者是 三打二的機會 這樣很容易 遇著別人 一些比較快一點的前鋒 就有機會出現一些漏洞 是的 其實這場球都有出現過一兩次 不過幸好 就是補位補得到 是的 剛才我剛才 十分十四秒 那個是第一個 之後有一張應該是三十一秒 是 第二個問題就是 防中 就要 跟廢蘭道 就要 很留意那個轉換時候的站位 嗯 這個陣式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就是廢蘭道那個位置 他要很清晰去 展示給隊友知道 或者他自己也要知道 究竟要什麼時候上 什麼時候下 轉換的時機 時刻 是要很清楚的 你是 當時是控球權的時候 你要馬上回去後面做防守 頂住中堅位 嗯 還是你可以在中場上停留一會 嘗試截球呢 這個是 時間是很重要的 所以 而你旁邊那個 你也要知道那個時間 你什麼時候下 那我就 其實三十一分的時候 就是 廢蘭道下去了 但是好像 Jesse和 肥棒 就不是很懷疑到 其實廢蘭道已經退後 他們 鬥的位置不夠深 Jesse鬥的位置不夠深 那又導致了 嗯 中場和 防守線 有比較大的空缺 當對方的中鋒 退後到這個空位的時候 拿球轉身的時候 他馬上有一個很大的進攻 機會 你可以看到其實 黑圈是Jesse 當時他就 不留意子圈 就是最後的 快蘭道已經下去 頂回人家的中鋒 那麼 當人家黃圈那個中鋒 他打雙線頭 其中一個中鋒 上前拿球的時候呢 他拿球是比較大的空位 拿球 而他拿球之後 可以立刻做個半轉身 他立刻刺他給前面的球員 其實這個位置都幾大漏洞 我覺得 所以其實就 兩個比較大的缺點 可以提出出來 就是 陳翠一不可以助攻 第二個缺點就是 被人已經過了 但是出現了很多小動作 拔一拔三 都是巴西球員才懂的 這些 但是他做得很tracky 做得很好的位置就是 放手放得漂亮 拔一點點 我過你的平牌 你立刻放 這些就是經驗 老鬼的球 如果你要稍為經驗 這些都看不到 球證 因為其實他這些位置 犯規 其實就 如果球證給得益的話 隨時別人的單刀 如果拔的時候 也很容易拿牌 尤其是他下半場 體力下降的時候 問題就開始浮熱 所以其實見到 阿西部也看到這個問題 很快換 下半場 他就找了另一個人 踢他這個位置 對 剛才有說到 就是 周元德 周元德其實就 比費蘭道 我覺得是沒有這麼習慣 在這個位置 因為他 雖然他也有全球 他的防守冷靜度在 但是問題是 他的轉換進攻和防守的時候 他上落的速度 明顯沒有費蘭道處理得那麼好 有時候就是 那個球已經打回頭了 但是周元德還是站在防守 或者導致後面是有個空位 要Leon單中兼面對別人兩個前鋒 其實 是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沒有踢低了 我印象中是有出現過 所以我覺得周元德 都未必是一個最適合的Plan B 去打這個位置 尤其是大家看到下半場 當香港隊的進攻開始立了 尤其是看到 剛才我們上半場也有說過 當艾華頓和祖電奴都開始莫莫的 尤其是艾華頓 大家知道 他通常在上半場都踢得很盡 接著下半場 他開始跌鍋 在費蘭道開始跌鍋的時候 其實他的進攻 是有點啞火的 就算換後備出來的 其實也不是很pick up 因為我看到米糕也不是很適合 因為始終你見到他扎著手 是 手指傷了 手指傷了 你見到他其實 有球單刀扭極都扭不起來 是 很明顯的手是阻礙他扭手 其實都看到 好像都沒有人用了 沒有前鋒用了 變成就去到下半場的時候 其實香港隊這場球 能夠保持kin sheet 都算是幸運 因為其實阿輝也夠了好幾個險球 尤其是下半場 是啊 其實 好像三個機會 最後都很多人稱讚阿輝 那幾球破舊 非常之有功架 有一球 佛球也托出底線 有一球面對別人在 左路傳到右路 在禁區裡面的射球 都是撲得很漂亮 是 這場球香港隊 在一個保持kin sheet的情況下 就見不到很大的問題 浮現了出來 大家就前面進入球 後面守得住 又頂得住 再加上其實 這場球其實對手 給到我們的壓力 也算不太大 因為他們的迫場也不是很多 其實 我又不會說 柬埔寨是很差 因為其實他們 剛剛都贏了球 贏了台北3比2 就是中華台北3比2 你說他們是很差嗎 又不是 國際賽也贏了球 對著我們其實都有攻勢 我不會說 假如就是 北丹 老窩那些級別 其實他們比 老窩和北丹 是更加好的 球隊 昨天就留言說 香港隊贏了球 就是一年一度 因為他對上一次贏球 就是去年10月的時候 就是主場贏了北丹 還是老窩 北丹 北丹 然後其他時間就是 10比0那場嗎 不是 忘記了 總之是10月贏了 差不多一年 跟現在的時間差不多 其實這場球 一直在踢的時候 或者去到賽後 我相信有很多球迷 都開始討論這件事 就是 其實輝蘭到這個位 踢自由人 你就選他 大家知道輝蘭到什麼年紀 都在捱四條 到底這個位置 除了輝蘭到之外 環固在香港 我記得我們在賽後 我們兩個一邊走的時候 都在說這個話題 到底輝蘭到之後 還有誰可以踢這個位 我相信 都是這場球完了之後 大家討論得很多的一個話題 那我們 待會兒講下 一件事之前 大家留言 你看看 各位球迷 現在在線有二百多人 大家可以留言說一下 輝蘭到這個位 除了他之外 你們認為 還有哪個球員 在我們環固 即是香港隊 可以選擇的人裡面 可以升任踢到這個 要求都頗高的位置 就是自由人 不單止 要有身形 要有技術 要有控球 還要迫唱要有能力 體能消耗也要有很大的環境下 身形也要不錯 還要有防守意識 其實也要一個很全能的球員 全球意識也要好 是的 這個球員到底是誰呢 大家也可以留言說一下 還有誰可以升任這個位置 有人說查理 查理還沒入籍 查理還沒入籍 大家好 查理現在生一個女兒 還不是生一個兒子 還要大話 大家可以留言說一下 踢女子足球 我先問問Wingo 你覺得這個位置 你們有沒有跟私線都聊過 誰可以升任這個角色呢 這個位置其實我想很多人 首先不要說這個位置 很多人覺得西木這個陣法 其實犧牲了很多人 第一犧牲了陳兆君 大家都很喜歡的少爺仔 其實在這個陣法之下 少了他中路突入的空間 因為變了在中場勾跑 多過入攝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亦都很浪費的是余子男 你余子其實是這麼上級 一直都交到表現 這麼好的右閘 但是因為沒有了一個右閘位 在這個陣法裡面 我覺得真的可以這麼說 是沒有了一個右閘位的 那你沒有了一個右閘位 他是不是代替周元德 踢那個右中堅呢 我又覺得這個是差一點 如果他踢右中堅的話 你去到一些內收 要跟別人鬥頂 那些硬正位 他未必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但是 見到西牧都肯試用他 在列豬有出 在柬埔寨也有出 反而我覺得 為什麼不試他踢霍蘭道這個位置 一來他就是進攻中場出身 他的控球一定沒有問題 第二就是 以他的work rate 其實我覺得是 你說全香港 就是全香港隊 頂得住這個work rate 我想只有 余子 但是余子的身形 會不會差一點呢 余子的身形 當然有差一點 但是你想想 廢蘭道其實也不會算是 科德過他很多 而且這兩場 尤其是柬埔寨那場 都看到余子 有一次死前難打 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我不是太擔心 他的身形的問題 而且這個都連帶下去 我們要看香港未來一至兩年 最重要的比賽就是 我們2027年 亞洲杯外圍賽第三圈 就在25年3月 開始打到26年3月 其實這六個 window 裡面 最重要的 我們 希望我們可以保持Port 2的話 他最主要的對手就是Port 3-4 我們要贏 Port 1就是搏的 所以我們要做主攻之下 我想Port 3-4的球隊 其實那個強度 未必會說余子頂不住 還有余子在中超 其實我覺得以他的對抗性 不需要太大懷疑 反而是西木有沒有足夠的時間 去觀察余子的進攻因子 因為他在梅州 其實梅州也有打下降 27還是不是西木呢 對了 這也是第二個問題 留了一點點說 大家都是說 這一套戰術很新 香港球員應該要用熟 也要半年 但是西木教球的往績 也不夠一年 我代你七月理新 其實我們可能打完六月的溫度 就變成教練了 所以這個就不知道了 你說安達臣 但是我同意一件事 其實後安達臣時期 我們要轉 我們的體系是沒有問題的 是要轉的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對Port 3-4 我們還是要主攻 而安達臣那一套踢法 其實是沒有好好處理 我們對弱隊的時候 要怎樣去剪押的 沒錯 所以 我們究竟那個人選是愚子 還是還有 例如我們還有一些未提的 例如潔仔 徐宏傑 陳太太是不是黃楊 其實都差不多想到要黃楊 你想想其實在 霍蘭道那個位置 是需要一個 踢得中堅得利 又要有靈活性 有識容波 是的 其實不是很多 其實一個全盛時期的李毅凱 現在都不行 他的信心有些問題 我覺得不是很好 那麼傑仔可能是一個 但是傑仔用 其實傑仔是什麼 他破壞有餘 但是你說他派牌 我覺得是不足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傑仔呢 而且傑仔我覺得 那波太辣了 他很容易拿牌 他很容易上頭 那波 好了 再數到下去 首先傑仔保持健康 希望他在中超發展得好 就是下一季 再數到下去 可能就是陳俊樂樂仔 但是樂仔經過了大傷之後 他是不是還在這麼高強度的位置 他只是頂得足九十分鐘 這個我自己就有些懷疑 因為剛才你說得很好 就是一件事就是 犧牲了很多球員 其實這個話題 我們完場後 跟Billy都說過這件事 因為其實 尤其是防中 因為那些 正式的橫傳 那些 叫做公兵營球員 就很難在阿西木 這個體系裡出現 是啊 你看到他 這個window 就沒有選 之前一直都踢正選的 胡俊明 就算彥樂峰 照進來也是坐兩場 我覺得這個也是交換條件 李先生說 我只是放過後備的光頭給你 你留回胡俊明給我 所以你答應我 我就被阿華頓踢主場 就算Fatgo 在這個陣式裡面 有沒有位置 我還是懷疑 我覺得Plan B 可以有兩個方向想的 第一個方向就是 繼續中堅退前的踢法 但是找另外一個 更加好體力的人 代替法蘭道 因為法蘭道繼續踢沒問題 但是他踢得多少場呢 踢不踢到下年 踢不踢到二六年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說Plan B 你說最好的 Fatgo 繼續踢到 但是聽不到 你說找第二個球員 去代替Fatgo 這個中堅位置 有什麼人呢 剛才提到 我覺得 潔仔也是一個合適人選 潔仔也踢過中堅 有一定的全球能力 就算有速率都快 可能盧烈斯 雙號 可不可以踢到這個位置呢 你剛才有說過奶廉都可以考慮 是啊奶廉有沒有機會呢 速率夠不夠快呢 在中甲鍛鍛鍊了之後 但是第二個方向 我就是想 剛才好像Ringo一樣 就是 學哥迪奧拿 初初的時候的做法 不是用中堅來收 而是用兩閘去內收 那一來 第一個好處就是 不用浪費了那個閘位 嗯 我們有兩個 就是香港 我覺得是 暫時潛力最好的閘位 球員 一個陳俊一 一個余子男 嗯 你把那個陳俊一擺 中堅 我們剛才也提過了 浪費了進攻天賦 還有宣明 還有宣明 魚子甚至要擺後備 嗯 這兩場都擺後備 如果你說把三個中堅 就是出回正常的中堅 但是 佛蘭道 留完精彩 如果你繼續用佛蘭道 用佛蘭道 佛蘭道 如果佛蘭道不如 什麼啦 我決定叫佛蘭道大哥出來 叫法比奧 那不就是元朗 全勝時的法比奧 真的 老實說 那時候我最喜歡郭家樂的元朗 法比奧就打現在球 推了球上來 你們說什麼西木領先 根本不是哥迪奧拿先 是郭家樂先用的 全勝時的 法蘭道 還有法徒斯 是元朗基因 我喜歡法徒斯和法比奧 因為他們自己帶著球上去 加上Junior和阿華隊 就是元朗 好了我們繼續 不好意思 Pan B的第二個方向就是 用兩集外收 釋放佛子和陳祥一的進攻天賦 其實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有 鍵球的能力 甚至佛子以往是打中場 甚至是進攻球員出身 陳祥一也是 我覺得他絕對沒問題 其實就是看西木了不了解球員的屬性 沒錯 首先西木要在香港 聽得最多的就是 其實西木你喜歡不喜歡他都好 但我覺得第一件事 他不可以期連市民 其實西木這一刻不在香港 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趕得及回來看球 即是你趕得及回來看球 那我沒事的 你放假自己喜歡在澳洲就在澳洲 但我看明天這兩場聯賽 7月6日的聯賽看不見到他 那我覺得教練要看球來考察球員是基本 即是不要說什麼看直播的廢話 我們討論這個話題之餘 我們先講講另一件事 即是講賽後 那場球完結之後 其實西木sir也有很多人 首先一件事就是 場球完結之後 他就走到球迷區那裡 給他一個大聲攻 即是自嘲 基本上球迷都是預計了西木sir 跟你們講一些事情 那群人裡面 第一件事他就講 是不是講西木sir 他自己講的 是的 Westwoodsir 當然他展現他的風趣 起碼贏了球 終於肯自己講出來 其實也有些回應 他上一場球的記者會 就是大家 他講一些球迷在場邊 叫他Westwoodsir 其實是聽到的 現在贏了球 他意思是跟大家說 那還要不要勾勾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那麼 這個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在記者會 那裡 當時我和Billy都在 那你可以說一下他講些什麼 他就 當然有記者問他 你怎麼看 第二場球迷對你的 看法 其實他就說 這次回來 就真的沒有那麼搶口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公關 有跟他提過他 沒有再那麼搶口 是 其實他第二場的 就是他第二場的 最後的記者會的說法 就是真的 我覺得 就說 我當然知道球迷第一場 輸球有情緒 但是 我都會盡量 做更多的事情 盡量 娛樂球迷 是 贏更多的球 給球迷看 就是這樣說 是 當時我就看到他的精神狀態 因為其實 那個記者會 就是他和 早年老兩個出席 基本上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問他的 因為早年老就是 問他 為什麼只是交球給阿華頓 其實那時候 記者主要都是問 西木sir 你看到他當時 其實他展現到自己的態度 譬如他回答 好像Wingo這樣說 他首先 說話沒有味音 但是你看到他 說話很肯定 而且他很清楚自己的套路 你也有說過 是啊 而且他都很清楚表達到 其實 我也是問他 你覺得現在對球 是需要有什麼改善 在下個月的兩場球之前 他都很清楚說到 其實對球 今場錯過了幾個機會 把力不夠 有更多的球員 在位置上面要考察 其實他都 15-16都說出來 他都知道 但是 這是正常要知道的事情 沒錯 但是 我覺得安達臣 是沒有那麼清晰的 我覺得安達臣 首先去英文沒有那麼好 在英文表達上 沒有可能有 就是西木sir 用母語去表達那麼清晰之餘 西木sir 這方面有個優勢 那些人是很肯定的 英文比阿凱 其實很多記者 那時候都有說 其實李文那班公關 是否應該提提提阿凱呢 其實可以有翻譯的 即是 架仔都有翻譯 為何一定要找阿凱 這樣搭英文呢 不過其實記者會上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西木sir 他應該說的事情已經說了 但是他似乎說了一些 未能說的事情 還有 也有記者問他 我們也不說 只是說發生什麼事 是呀 是呀 就是說你怎樣準備對北韓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下個月兩場的友誼賽之後 就是東亞杯外圍賽 東亞杯外圍賽的最重要一場 你分組賽贏了之後 就是對北韓 這個是爭出線的大佬遊戲 有記者問他怎樣準備對北韓 他就說 對北韓之前我們也有兩場球要踢的 對哪對哪對 對哪對的 對哪對的 似乎就好像爆了一些東西 爆了他們的東亞杯的對手 分組賽的對手 其實都可以說的 因為零一定有寫出來的 是 說了對蒙古和對台灣 是 當時好像我記得是 捉了一些職員 好像呆了你有沒有 馬上提回記者 還沒得住的 對還是錯的資訊 這個也挺好笑的 也都看到他 其實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打法上 當然大家看到 現在Wesworth 他這種新的組織 的確是很新的 而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 或者是 香港的球員 球迷管理層 各方面都要適應的 這個是需要時間 這個是肯定的事 我相信 有球迷一定是受羅 有些也不受羅 我看到有些還是崇尚迫搶派 總之是說 見不到你迫搶 我又屌你了 但是 我覺得 在這兩場踢出來的 造型 交出來的效果 其實我覺得 轉變都不錯 而且 要應對 未來的對手 下個月的菲律賓 武力球市 之後的可能 蒙古 或者可能 中華台北 都可以打著攻 都可以打著攻 這個戰術暫時是合理的 遇到更強的對手 他可能會轉陣 這是你不知道西屋老師會不會做的事 沒錯 因為其實 好像剛才有提到的一件事 我也很認同 其實大家可能還在懷緬 安達臣年代的香港隊 大家還很記得 當時的安達臣 他們的高位迫搶 由前場開始搶球 但是看到那幫人的那種拼勁 其實是好看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在他在任這幾年裡面 他曾經對過一些弱隊 是攻擊也攻不了 或者試過自己打主攻 是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其實這件事 可能有機會就是 Wesley來到香港隊的時候 他帶了另一種面貌給大家 就是如果這種體系的環境 真的發揮得到 球員能夠適應到 又找到理想的人選 我覺得這個最重要 就是到底他要在了解那幫球員之後 他找不找到那些正確的人 擺在適當的位置 這個才是最重要 老實說 很多時候的教練 就好像那些叫做理想派 甚至乎很多人都經常說 譬如國家內也好 或者以前的曉明Sir也好 就是他很有理念 很有想法 但是在執行上 很多時候的球員未必做到 那到底香港隊的球員 足不足夠這些人 給他擺在適當的位置呢 如果艾華頓傷了 你前面一啞火的時候 你還有沒有這麼好看的球看呢 這都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西木Sir 首要目標真的要看多些球 了解更多球員的屬性 你有看球也知道 你不會擺肥棒在防中 不會擺在左翼的 這個是真的 你有看球也知道 南區也不會這樣擺 為什麼你會這樣擺呢 是不是 連RickySir也不會這樣擺 你看到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是不是 還有這兩場球 大家會看到一件事情 有一些擔心 我們直播也有說過 就是 這個韋師會 是不是有一種 叫做以日直兵 或者是鬼佬橫行線的政策呢 如果是的話 我們很多華人都會受害 甚至下半場 放一個少爺仔在左路 我都敲頭了 是 所以 少爺也很快就換出來 那 錯誤我們看到少爺 他就說 沒所謂了 我留回來堆截子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當然也是很累的 看到他們 飛來飛去這麼多的地方 回到香港都沒得回家 所以還要繼續雜縮 踢完這場球 才可以應付接下來的聯賽 所以大家都可以繼續 我看到現在 討論區裡面 有很多人留言 說了很多很多人名出來 有人有說 佐佐穆周 慈英大哥 杜國梁 那你首先要等 阿蘇要入籍 阿蘇未入籍 慈英都未入籍 現在也是 反而其實也有些球迷很適合 有提過Frago 有提過余子 甚至乎 Frago不適合打中堅 Frago不適合打中堅 出去有些難 跑動OK 但是他的位置感 就好像差一點 差一點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說 你說未來2-3年的入籍兵 你假設2-3年之後 繼續這套打法 你說2-3年之後的入籍兵 其實我覺得 反而是金文灰 有些期待 首先在流浪已經見證過 他在後場六個位 打敗了 還有我覺得他的戰術意識 他的站位意識 以及他的中場派球的質素 都OK 周梓謙呢 周梓謙多看一會 其實Tim Chow 我覺得在李文站找了證據 現在非常好 現在很小 看看李文這隊球怎樣 我想 剛才金文灰也是 我很怕李文這隊球 搞砸球員 你看一下 太多例子 甚至乎有人提過 迪高也適合打這個位置 但是迪高高峰已過 你說全盛時期的迪高 真的可以 屯門的迪高 真的適合打這個位置 即是出血了 屯門迪高 元朗發給我 我們說回 假如我是未來人 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這樣看 我覺得就是我自己這樣說 我覺得最適合如此 希望可以試試 我提供了另一個人選 大家都沒有提過 話說前兩天 我去看東方一場比賽 我看到大家很喜歡的 Loha 巴老師 他跟我一起看球 我也有跟他解釋 告訴他 原來他不太懂社交媒 我告訴他 其實球迷都叫他巴老師 你知道為什麼嗎 告訴他 因為你是一個很表現的球員 很有代表性 是相片 所以大家叫他做老師 好像是Master 或者是Teacher 他很開心 我們也跟他說 問他有沒有看香港隊的比賽 他也是有的 我問他同一個問題 其實現在大家討論的一件事 就是究竟法蘭道 踢得這麼好 或者踢自由人的位置 到底誰可以踢到這個位置 他想了很久 即是球員又怎樣想 對 我想了很久 然後我看到他想不到 不如這樣 不只是香港球員 即是外援也可以 即是外援也可以 他就說了 其實這個位置 如果以香港來說 最好就是馬高斯 我也認同 外援來說 一定是選馬高斯 但馬高斯和法蘭道是同年 哈哈 還要馬高斯還沒夠期 是的 當然如果現在馬高斯 趴了一段時間 即是他就 我相信如果他現在的速率 隨時比法蘭道還好 不是法蘭道 是費蘭道 我想另外一個Pan B 西牧有考慮過是杜道 其實杜道也是對的 但是杜道也是 一來又是李文 二來又是傷得太久 你不知道他出得回來是甚麼樣子 你說在大埔的時候 杜道真的能夠踢到現在的 巴西球員始終不會太差 杜道簡直是最受惠的香港隊球員 我又不用飛 又不用踢 就照顧五千元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都可以繼續說 到底還有哪些球員可以選擇 其實大家我想這段時間 都可以再留意一下 尤其是這個打法這麼新 我想本地的球隊 沒有哪一隊會用 其實我期待他11月的Squad list 選多一些未選過的人 變多一點點陣 就算輸球 但是如果有些新的可以看到 我其實也覺得是正面的 但是現在根據最新的推算 我們12月抽籤之前 我們要保持系數分 可以在Port 2的話 就不會怎麼輸了 就要一勝一和 這個其實我也有研究過 就是剛才Ringo說的 其實要保持這個Port 要保持這個Port 就不會怎麼輸的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在亞洲24隊 就是說會參加亞洲杯外圍賽 第三圈那24隊裡面 其實我們是排第12的 在過了10月的國際賽之後 13是新加坡 我們這兩分而已 是啊 如果新加坡的對手 未來那兩場對手好像就是 台北 台北 還有緬甸還是柬埔寨 忘記了 好像是柬埔寨 我先看看 不是,柬埔寨剛剛對完 對不起 記錯了蔡奇 緬甸 台灣和緬甸 如果新加坡這兩場贏了 到我們對毛利球賽和菲律賓 我們最少都可以一勝一和 才可以保住 亞洲區第12位的位置 不用鐵跌去Port 3 要留在Port 2抽籤 所以你說國際友誼賽是市陣 但是其實勝負對亞洲杯第三圈的抽籤 都有一個頗重要的影響 是的 我的球迷就留言很激烈 越來越多人名出現 又要說陳浩 其實黃威我覺得還可以用一下 其實在這個 又是李文 就是小行 小行打不到中堅 就不像 卓卓 卓卓對 對 卓卓對勇 我也覺得 宋連勇我真的覺得OK 我同意 羅素 羅素 又夠高大 如果實際說是 你終生代上來 叫做爛打得來 又能踢到中堅 賓仔可以嗎 對了 我正常說就是M賓 其實M賓我覺得這幾場表現是OK的 你說是否真的做到百分百呢 當然不是 他踢到一兩腳 我就說真是深水寶腳 所以潔之有先見之明 提早試去打中堅 對 試去打中堅 但是你出國際賽就很難說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要試的時候 是不是不行呢 但是我覺得M賓還有差一點位置感 我覺得他的work rate都還可以 但是他那個位置感也是差一點 他在深水寶 就是說今年才叫踢得 剛剛過去那一季才叫踢起而已 他前一季 他打防中位自己又在甩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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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有時間觀察 唯一利好的因素就是 他今國在結智 其實出場時間比我想像中高的 所以就繼續練著來踢 就是預賽於操 希望他會有進步 還有看到賓仔其實對踢倒港隊是很有感 就是很有火的 所以我也希望 因為我看好他的 我覺得他跟尼高拉斯真的很好 我都覺得尼高拉斯可以繼續用 OK了 繼續試了十分鐘 所以其實最後出來 哇 你看到陳浩然 多厲害 可以把一隊鋼班的深水寶 帶到兩個香港隊球員出來 就有尼高拉斯 其實你笑他還笑他 他真的能做到一些事情 至少帶到兩個球員 他的信心出來 是能踢到港隊 多謝大家的課金 繼續課金支持 其實我也要讚一下港隊的成員 其實在有限的練球時間 我們兩個禮拜前說 他們踢完那個禮拜的聯賽 馬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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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是兩課或者一課半 但是馬上有個新戰術出來 是啊 其實對球員的戰術理解程度 或者他們的專業性 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們在這兩場裡面 其實都算是做到 甚至對解毛寨做得挺好的 對戰術理解 做得很清晰 球員的分工做得很好 那其實我覺得 這一點也要讚一下 港隊的成員 其實都頗專業 在一個適應上都算快 是啊 未至於太離譜 所以其實在未來這個月 我覺得其實港隊的成員 就要去思考得更多 我究竟在這個陣容裡面 我可以給了什麼出來呢 甚至看多一些不同的戰術 其實這個陣式的演變 可以怎樣呢 在腦中演練多一點 其實我期待他們在 11月對菲律賓和毛利球師的時候 會將這個戰術更加昇華 嗯 始終都是 用了這個陣 更加明顯是用腦踢球多 比用力踢球 兩樣東西都重要的 不過我覺得用腦踢球 香港球員是有一定的優勢 我們的腦筋是挺精明的 是 剛才大家在講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一個球員 我就想這個圍基去檢查一下 其實村內浩泰有沒有想到 他其實在2019年就來夢想 看到現在五年了 31歲而已 兩年後就33歲 村內浩泰 我們都是以六月為一個階限 其實最近真的是慈英 現在有機會是申請 但是我覺得慈英先搞定本地 我不覺得他港超也有超凡的水準 所以 其實慈英的情況 我覺得有點像米高 其實這兩個球員 都還沒在職業聯賽證明自己 其實你看到那天米高的表演 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他不如回來香港踢一下 他踢不到職業 其實很難有進步 你看到他不是沒有意識 不是沒有potential 但是你連年都說potential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夠發揮呢 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那天我看到大頭 後來我看重播 他就說 有球員就問大頭有沒有看 高蓮詩 即是他的老爸 米高爸爸踢球 他說有 他說現在的米高 連當年的高蓮詩兩成都沒有 大家就知道 其實真的還沒得到 但我覺得問題就是 就是米高暫時 我覺得都是失望居多 就是你除了是 多謝大家的福音支持 多謝阿隆3816 多謝你 多謝你 很老實說 米高除了是文來的屠夫之外 我暫時還沒看到 米高真的出了什麼 當然在獵毛仔這場 就是我們看到的身體質素的優勝之處 但是 他跟隊友沒有配合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隊友也不知道怎麼跟他配合 所以我們放了這件衫下去 其實又不知道怎麼用的時候 又有點浪費 因為米高那天我看到有幾下 就是他拿著球的時候 那些隊友也不知道怎麼配合 是啊 我覺得這個是問題 而且米高真的和大家的相處時間太少 你就算相處我可以肯定 你和米高同居一個星期 你可能聽不到他講十句話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問過他NBTI是什麼 但是我很肯定他也是一個 叫人 叫人 不是說話 我留意到他這場完場之後 他的身體語言都是 沒有去跟隊友去HIFI 是啊 你站著自己坐在一旁 他完場之後走到旁邊 跟球迷拍了兩張照片 自己走到更衣室 都是一些比較內向的表現 不會像少爺仔那樣去向 不會像 我不會說安永佳的內向 但至少都會跟隊友溝通的情況 一直都不熟 可能他每次回來一兩課 然後就比賽 老實說沒有球迷的球員 都不在這裏了解他 他應該是跟周元德同訪的 我記得他說過 周元德也不懂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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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在球場上 他跟周元德就隔開得比較遠 他要跟自己比較近的球員的溝通才有用 你覺得他先學胡文 還是中場學德文 對 所以我們回歸今集的題目 這麼快說他是歐還是道歉區 我覺得言之過早 只不過拿來大家做的話題討論一下 我覺得起碼要多看兩三場 最低限度看接下來的對菲律賓 還有無理球師那兩場球 先再說 還有難得兩場都是主場 其實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因為其實以我 是不是大球場 還是又永續了一場 好像是一場旺角 好像是一場旺角 好像是 我記得是一場旺角 我不記得哪一場 應該是菲律賓那一場旺角 不是吧 無理球師旺角 菲律賓那一場旺角 因為你看到 就算看電視直播也很難看到